前政協委員何世柱說 不應該以佔領中環等過激行動 逼中央政府跟從民間團體要求的政改方案 如果香港人希望有美國的民主制度 就應該移民 卻認為部分純相民主的歐美國家 為爭取選民的支持奉行福利主義 漠視經濟發展 最終引致財政債務危機 有需要思考極端民主對社會經濟發展 是否一定最好 另外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樂生就說 結束一黨專政對中國未必是最好 未來特首參選人反而應該確立民主 三權分立以及出版自由 這場在政府總部外舉辦的論壇 主辦單位是支持特首梁振英的 愛中港青年文化社團聯會 大會說之前邀請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戴耀廷 法民立法會議員包括劉慧卿、何俊仁、梁家傑出席 但四個人都沒有現身 香港福盆電視記者梁浩元報導 大家好